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6月19號中午了 那以目前來說呢 這個前期的劍遠征跟無盡神徒可以做的事不多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其實很放置 像我現在呢其實基本上就是等經驗 因為我的這個女王后已經這個140級了 那她也金家了 金家可以突破到141 那可是呢這個噴泉的英雄等級區均要達到120 那我其他的角色都是105 所以說我要把其他角色 其他四隻在水晶噴泉的角色 各要拉15級 所以說這個要升 又要升好幾天 那前期獲得經驗的方式也就只有掛網 如果說你有這個課金課比較多 然後大團長等級比較高的話 就是可以獲得比較快 所以大概也沒有什麼事做 反正也是卡等級 那另外呢105級是只加的條件 如果說你要突破到120級 121級的話就必須要金家 所以說 對不起 金色 也就是說我現在呢 先來看一下我的這個噴泉 我的噴泉擺了這5隻角色 那這個我的光法 那個已經金色了 然後老頭是金家了 那其他兩隻 這個普斯 還有這個靈抱騎手 都只有這個指家而已 所以說我如果說要讓他們 當成是這個領童羊 拉到 拉到121級的話呢 那我就必須把他們升到金色 那譬如說這個普斯好了 這個普斯啊 其實我是可以把他升到金色 反正就是吃兩個指家嘛 但是呢 像這隻古王就不建議吃喔 那因為呢 這個 上古脅迫的角色 我打算全部都灌給女王 就是讓女王最強 所以普斯我有可能就不會再升了 那接下來呢 你要找其他角色來搭配喔 那像以這個荒漠古雪 荒漠古雪 我是不建議現在練任何一隻角色啦 那當然如果說無盡征途他有改版的話 那可以考慮 那以目前來說呢 可能這一個陰森女王跟我比較有緣 所以我可以考慮把他升上去 因為你看 我除了可以把他升到金色之外呢 我這邊我又抽到一隻陰森女王喔 所以說再一隻的話 我就可以一路升到金色 然後升到金家 但是現在都還不及 等到你等級真的卡了之後 你再升喔 所以說我現在有考慮說 這個荒漠古雪 來一隻金家的角色 幫我把這個等級拉上去 那另外呢 這個 自然靈異呢 再升一隻角色喔 因為自然靈異的話 這個老頭喔 他已經升到最高了 史詩級藍色肥料角色 最高就是升到金家 也就是最高就是160級 只有這一些這個正統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精英的角色 才有辦法一路突破到240級喔 但是呢 只能升到160級的老頭 或者14級角色 就不是說 他們完全無用武之替喔 因為像這個老頭喔 前期來講 非常非常有用 而且他升到141級啊 他的那個藤蔓齁 開場綁人 會變成綁三個人 綁三個人非常非常強悍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技能 141解鎖 綁三個人 也就是說他開場的時候 對面五個人 有三個人就是 開場就不能動 而且這個是循環的技能 你就知道這控場有多強了 所以老頭啊 在前期啊 甚至你推到可能 20幾張喔 敵人都已經高出老頭 100多級了 他還是可以上場喔 因為這個開場綁三個人實在太強了 然後等於說是 前面就可以 穩定住前場 然後後面再 再用什麼控場啊 或是這個光盾開大 然後補上啊這樣子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是平均升等的一些 一些概念 像這個噴泉啊 你不見得要放你上場的阻力 你要放說哪些角色跟你比較有緣 可以比較快升階 然後讓他們去當作這個這個噴泉的這個角色 幫你把所有的隊伍等級拉上去 好 那這是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無盡征途的儲值齁 在儲值這邊呢 月禮包有一個 抱歉齁 是在這個月卡這邊 有一個訂閱特選 那訂閱特選呢 目前這邊有的東西還不多喔 然後劍遠征的訂閱制呢 大概是在遊戲 開始 正確的時間我有點記不清楚 但總而言之 這是蠻後期才出現的 那訂閱制呢 我覺得以目前來說 這幾個條目都影響不是很大 那他重點是在這個 傭兵的任務條目 那其實這個 在劍遠征呢 有一個項目 是對我來說非常有用的 就是說呢 他可以去借傭兵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劍遠征 劍遠征是好友 有一個臨時傭兵 臨時傭兵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跟你的好友 或是工會 工會的這個大大 去借一隻他 他的這個身上有的 這個最強的角色 那你借的這隻角色呢 你可以用他來推圖 推圖或是推通天塔 那推圖跟通天塔的這個次數 是分開計算的 像我呢 我已經借了一次傭兵推圖了 所以說我們看 我這邊 這邊右下角有一個這個 綠色這個人的圖畫 就代表說是好友的傭兵 但是呢 現在不能用 因為一個禮拜 只能使用一次傭兵 所以說到每天的禮拜天的 早上八點才會重置 那你要重新借 那當然啦 因為總不能說這個 你跟一個這個高聳 成為好友之後呢 你跟他借一隻超強的角色 然後推圖都用那隻角色推 所以沒有那麼好 一個禮拜只能借一次 但是這功能呢 目前無盡徵圖還沒有 可是呢 這個團隊傭兵的任務條目 這個就有用 這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野外 野外的皇家公告這邊呢 這邊是需要 這邊會有等級 那我現在是在4級 那升等級他會有兩個條件 一個是個人任務40次 一個是史詩任務15次 那個人任務比較好達成 為什麼呢 因為每天都會刷新很多任務 而且你的個人任務呢 你可以用這個刷新 去花50鑽去刷 當然不一定都刷到高品質 但是至少還可以刷 但是團隊任務就不能刷了 團隊任務就是 如果說你沒有買訂閱制的話 一天是一個任務 那如果說你買訂閱制的話 一天是兩個任務 那譬如說我現在 我完成史詩任務是15次 所以我還要完成12次 可是並不代表說我過12天 因為一天會出現一個任務 我並不代表說過了12天 我就可以解完 因為呢我現在4級 我會出現精英史詩傳說 三種任務 所以說當然啦 這個精英出現的任務 會機率會比較高 那出現精英的話呢 我這個任務就不能解了 那個人任務會出現比較多 所以說解的次數會比較 機率會大很多 那以之前的經驗來說 大概你升這個皇家公告的這個等級 大部分都是卡在這個史詩團隊任務 因為沒辦法 一天只會出現一次而已 而且又不一定會出現這個 史詩等級的這個任務 因此啊 在前期的話 如果說你買了這個月卡的這個訂閱特權 它這個每天多一條 那你去解這個皇家公告的這個 團隊任務的這個機率就會高一些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覺得 目前越訂閱後 比較有用的地方 那這一些掉落量我覺得 其實影響就沒有那麼大了 好那以上就是 目前來說這個皇家公告 跟這個 跟這個什麼 傭兵啊 升階的一些分享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是劍遠征的這個 這個 懸賞欄 那懸賞欄就是 就是 無盡征圖的那個公告欄嘛 我們來看一下 最高等級就是 等級8 那等級8之後呢 會出現的這個 懸賞欄的任務 公告欄的任務 就是史詩 傳說跟神話 所以說呢 這個東西都算是蠻不錯的 那以目前劍遠征說 他還有一個月 他會隨機 不是隨機啊 固定輪幾個任務 那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這個 懸賞欄的這個 怎麼講 這個獎勵加倍 你看 右上角有個加100% 所以我會去刷一下 有沒有 刷到這個紅色的 那這個粉塵啊 這個叫做粉塵 英雄粉塵 就是 無盡征途的這個 進階水晶 然後刷到這個鑽石 就算 就算賺到了 因為我花50塊錢去刷 刷到一個這個加倍的鑽石 那其實蠻划算的 花50 然後刷到這個120 有沒有 這邊是一個傳說級 這個六星的這個獎勵 但是我不欠金幣啊 所以我會再刷 再刷 又刷到一個紅色的這個粉塵 賺到了賺到了 因為你如果說粉塵 你去商店直接用這個鑽石買的話 其實蠻貴的 又刷到一個鑽石 那這樣子又不錯 再刷 又一個紅色的 水喔水喔水喔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團隊的懸賞 你看團隊的懸賞 就已經不能刷了 就算我這個 我這個客金的大佬 然後我的那個等級 也到最高級 還是不能夠刷 所以說團隊的等級 就是只能碰運氣 但是後期這邊還是會增加 這個好像是跟這個 VIP大團長的那個等級有關係 但不管怎麼樣 如果說你有買訂閱制的話呢 你的這個團隊懸賞 這邊就會多一個 那你去解這個懸賞人升級的這個任務 就會比較 機率就會比較高一些些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